我跟陳明洋家老師是因為藝術而認識 因為我要出國前 這是我30幾十幾年 那個時候我要出國前 剛好在我們老師部學話和聯群 所以他都談藝術 當時的反對營運的一些事情 他學了很多 後來 因為這部區我回來以後大家都在試驗上來 然後大家都很忙 後來是因為他的詩集 我們在這個界合 那其實就在盲目裡面 我還是會看一些書 然後就看他的詩集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 他最近出的一本《雜記》 是一個蠻有趣的 因為這幾年來的 台灣的國民社會運動 包括國民化運動 開始暗暗崛起了 那其實從美領導以後到現在 才關在20年 這年輕一代可能被 美領導事件已經是遺忘了 那更遺論說說 在1930年的時候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現代性的運動 但是比中國的武士運動還少 然後政治它也有全球化 我記得這幾年在100年之後 黃新界的舅舅 就是冥恩溫 他在1913年的時候 他參加了一個所謂的 Espirando的運動 在Espirando的運動就是 提倡全世界用拉丁文 拉丁文去做超越種族 超越信仰 它就是變成共同的一個 符號學的一個 溝通的語彙 這個語彙裡面 它可以透過任何的可能性 就是你每一個民族 每一個國家只是用一個語音 它你那邊 符合了一個 你在地的文化符號的東西 然後做一種對話溝通 所以這是一個很早的一個 那文編也想想按照 這個 當他回來以後 所謂的 創的一個文化協會 包括文化運 一直到了19 大概1930年的時候 就因為 朱雪宏跟所有的 就是212 1929年212的 農民運動以後 是台灣第一個 反殖民地的農民運動以後 政治瓦解 那這個運動 事實上也印證了 50年後 就是我們所謂的美麗島以後 很多的文化運動裡面 開始重複了一代的變文化 我覺得這一次 包括這幾年來 這一兩年來 可能白山群這些問題 也慢慢的演變 這個問題也產生了 那我覺得說 我們還是要回到一個 比較根本的 就是如何讓我們有一個全球性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所謂現代性 那我 談到詩的東西 我是覺得是一個很抽象 那我就會引用一個 就是 聖八五十丁 就是 拉丁就是很重要的一個聖人 他 他曾經就是講過一句話 說說 我來詮釋什麼教師 那待會兒我們就在 那我們就是 陳明堯三號是在放 就是介紹 詩的所謂的 他的一個 從羅斯丁裡面 他的可能性是什麼 那 有人問說 奧斯丁說 時間是什麼 他說 他其實他知道時間 但是你問我 我就不知道 時間是什麼 他說 我想詩也是這樣 它本來就是存在 但是也很難去說 那我是覺得 這也是要回到奧斯丁這一談 就是說 在耶教裡面 他把所謂的神權到人 這個一個架子裡面 人的啟蒙這些東西 他就是 現在 就是所謂三位一級的開始的時候 他本身就是一個 現代性開始 那其實在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在亞洲裡面 談到殖民的時候的 現代性 大部分都是用在 在所謂的 西歐南歐這邊的 所謂的現代主義進來以後 我們這樣稱為現代性 其實 其實最大是一個啟蒙誘動 這個是一個 我想今天 陳明堯三號老師 他要談的 也是談這一塊的啟蒙的東西 事實上 各個主義是在演變 我覺得 到最後還是回到一個 人的 基本上的 哲學裡面的認知裡面 那我們現在請 那個 陳明堯三號老師 開始為我們 講出今天的 他的 就是他的創建 這個題目 其實只是 我一個發想 從一根 螺絲釘說起 因為 有一個醫生 講了一個故事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這個故事 絕對不是跟我們 不相關的 他也有一種 失憶的隱喻 各位聽聽看 這個醫生說 他有一個病人 老是頭痛 所以他就來找這個醫生看著 醫生跟他檢查 發現裡面 腦袋裡面有一根釘子 是這個釘子在作怪 所以他就開刀把他拿了出來 所以他就來找這個醫生看著 醫生跟他檢查 發現裡面 腦袋裡面有一根釘子 是這個釘子在作怪 所以他就開刀把他拿了出來 我們的國家或者我們有沒有那個釘子 有沒有人可以把這個釘子拿出來 然後他就活得更好 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這個辦法 因為我們是天天在頭痛 有時候你越愛這個國家 你越頭痛 你越活得痛 那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我希望能夠貢獻 我的經驗或者是思想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超乎你想像的 所謂 剛剛您問我說 時代的詩有什麼 每個勺帶有什麼不同 這問題很好 等一下你聽了大概就可以自己有一個答案 如果說你不滿足的話 那你就繼續去讀 你一定會得到 因為你開始思想 這根釘子 我說成功的可能有 我是一個成功的經驗 等一下我要講的全部都是我 怎麼樣把那個釘子拔掉 我活得更好 這個無則欲己 我們的靈活日本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這個日本他當初受到中國儒家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他的制度 他的思想 都是儒家的封建的制度跟思想 你是平民 你是下級武士 你是平民 永遠都是平民 上級武士可以殺你 你要貴在旁邊 他經過的時候 這種制度是 魯家走到 魯家不是全部壞 我們都補了很多 他也有好 但是最後在政治制度變成這樣 無則欲己 在日本 如果不認識這個人 他大概養不活 為什麼 因為他日幣1萬塊上來那個人口 他寫了一個勸學 這勸學不是意思 他還寫文明 還寫西洋形式等等 他起初是學荷蘭文 他們當初日本叫蘭學 後來他去歐洲去英國 發現說有那個字我看不懂 人家到處看那是英文 那個是更強大的一個語言 一個國家 他又去寫英文 那他就是把眼睛張開了 他這個盯子怎麼把 這個魯家就是 因為他的這個封建思想跟制度 把日本把一個國家綁死 那麼他寫了這個書 聽說發行量有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 有的講三分之一 我覺得有一點誇張 但十分之一等於是什麼 每個日本都看過 每個日本都看過 聽說天皇看了好幾遍 所以他的明治維新 可以講是思想革命先開始 所以我們剛剛文中在講說 我們的歷史老是重複 日本人來 文明黨來都老是這樣重複 為什麼你的思想 你不會思想 我們要學會思想 我們要學會思想 所以他這個明治維新 老實講 他全國上下一心沒有 沒有的反對 就是那樣改革 他成功了 你說以前那個魯家 講二十四孝 他就講說你這個二十四孝 還要講那個故事嗎 什麼去過冰求禮 什麼去東筍那邊去東天去鋪 然後筍子長出來 什麼去脫光衣服去餵蚊子 這個合乎現代的邏輯或者是智慧嗎 笑不是叫你不要笑 而是說你要用你的腦境 不是人家灌輸給你 魯家最快都是灌輸你 把你變笨 你要學可以學得更聰明 那麼他政治上實際操作成功 就是這個芝麻聊太郎有 寫了一個明治維新三部曲 這個三部曲最後一部就板上之云 要感謝現在的電影工業 他把這種很生動的 把他的書很生動的 把他拍成電視劇 我看了以後跟我哨眠的時代 喔!就是變成熱血沸騰 大家有沒有會去做DVD看 我這邊不能講說你去電腦看 DVD怎麼可能不能 你們自己很會電腦你自己去看 我以前是看日本的東西看太多了 那這芝麻聊太郎是一個很偉大的作家 他人軍師在日本有他的紀念館 他寫歷史小說 他一定要下工夫去考驅去地方都要去走 他寫不是亂寫 這個板上 板上什麼意思 板就是一個坡一個梯 那個電視劇的開頭 就是一個陡坡的城牆上去 三個主角站在那邊 頭上就是青天白雲 那什麼意思呢 這個 我們講評估青雲 那是一個打不高的理想 或者好像打不高的 但是中國有一個言語叫做 青雲有路以智為梯 你要到那個你的理想 有路的 就是你的志氣 所以他在描寫明治維新的革命 其實是 在講日本那時候變成一個少年之國 我們 我現在很年輕 為什麼 我充滿了那個希望的熱血 我有充滿了那個志氣 你國民黨你共產黨你也打不了我 打不了我 你誰要跟我洗腦你也洗不了 我們從歷史的經驗 我們學乖學聰明 今天我要講就是 要把這些打破你的思想格局的 那些偉大的作家 當然還有很多 我只是說沒有時間 我只是舉一個 這Thomas Penn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他參加過美國大革命 就掛火大革命 他寫那個Agil Reason 那個是各位可以去買來看 他中英對照英文是非常的 那個簡潔 然後有力 然後我簡單講 他這個Agil Reason在講什麼 他在質疑基督教神話 聖經的神話 他只是簡單問一句 你講說 這個上帝創造什麼 誰是誰 他說你聽誰說的 你這個寫聖經的人 你是從哪裡聽來的 那個人又是從哪裡聽來的 就這麼簡單一句話 以後人家告訴你 要跟你洗你的 你聽誰說 你講的這個故事 到底是 是誰跟你說 都是 那個 他的意思就是 你要用自己的頭腦去想 這個人當初是很勇敢 當初會被 人家一直都要對付他 再早一點 要燒死 達爾文也一樣 都是異端 人家說上帝創造天地 創造萬物 你再講物種遠跨 你知道嗎 你是怎樣 人是從頭子變來的 那上帝在哪裡 大家就要想 那麼這卡密尼就是講 從西方 這是法國作家 莫貝爾文學講 我很喜歡他的小說 他的小說是一種詩的小說 你一看他 從第一行看你就著迷了 即使很簡單的故事 為什麼 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 詩人小說家 我跟他這樣講 那麼他 上帝 被質疑了 上帝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的主宰 你這根釘子 你沒有他的能活嗎 就是 卡密尼在寫這個西奇福斯的神話 就是在用一個隱喻 說西奇福斯這個巨人 他每天都會巨死上山 然後從上面又溜下來 每天就重複這個毫無意義的 這個苦勞的事情 那麼這意思是什麼 就你如果沒有生存的意義 你的存在如果沒有意義 你天天就像這樣 每天去上班 然後滾下來 上班滾下來 最後死掉 這是你要的存在嗎 人家問說 你是怎麼死的 你還問說你是怎麼活的 這句話大家應該聽過 死 誰知道你死是什麼 你沒有死 你根本不知道 但是你天天都知道你怎麼活 你應該知道你為什麼而活 然後他這個神話 他這很小的一本書 各位也可以去買來看 就是說 這個 他說他看到很多 失去生存的意義 去自殺的人 這非常的多 反而看到為你想去死的 也會非常的少 大家想一想這個道理 再過來我講這個楚衛格 真的是奧地利人 他猶太人 他當初是 歐洲可以講最暢銷的一個作家 我第一次接觸到他的書 是在大學的時代讀了一個 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讀過 那是一個浪漫的小說 可是我後來 後來我讀到他很多書 我覺得是 這個人真的是 跟司馬遼太郎是類似的 他是見識廣闊 他當初他寫過一個民眾世界歐洲世界 他交流廣闊 什麼尼爾克 什麼媽媽 全部他都是認識 都是朋友 然後他到處旅行 他寫了一本 我覺得是非常奇特的 什麼叫 麥哲倫記事 大家都知道 哥倫布 麥哲倫 他寫了這一句 我覺得非常的有意思 那麥哲倫 他根據 一個錯誤的 長海湖 根據一個錯誤的傳說 去跟葡萄牙國王 要傳 要傳人 要經會 葡萄牙不相信 他就跑去西班牙 西班牙國王 給他五條船 250個人 還有一些錢 就出去了 都是錯誤的 可是 他經過這個過程 非常的精彩 這個人意志力 非常精彩 他相信這個香料群 群島 從西邊一直走 地球是圓的 結果回到這個地方來 好 各位可以去看 另外還有一個 他寫了一個 Mary Stewart 就是蘇格蘭女王 他六歲就當 蘇格蘭女王 他是英國 伊莉莎白醫師的表親 是第二孫位的繼承人 所以英國 伊莉莎白女王 非常怕他 後來兩個一直鬥爭 然後他本身是天主教的國 英國是新教 所以他們就糾葛到教廷 糾葛到所有天主教國家 跟基督教國家 還有聯姻政治 他還嫁給 換我當王徽 換我王子當王徽 他可能會變成三個國家的國王 所以這個 你看他那個Mary Stewart 應該我做過貿易 我讀過政治 我也曾經想說考外交系 可是我們老師就沒有介紹我 你應該去讀這兩本書 一個是大航海時期的 我們講洋人洋人 海盜 土匪 土匪就是在路上的土匪 海盜就是海上的土匪 洋人就是從洋 海洋那邊過來的 非常精彩 他是Mary Stewart的你要做貿易 你要跟歐洲人跟西洋人做貿易 你應該看 你搞外交你應該看 這個我們為什麼沒有看 當然啦 可能我們語言有問題 你除了有換藝本 你也不可能去看 對不對 去看德文這些英文 現在各位可能有辦法 我知道你們很多都是從國外流水回來 像我我們那時候真的要學這些語言都非常痛苦 都是要在台灣自己很辛苦的 你們都會有錢留學什麼的 非常好 以前日本人民主委心要派人出去歐洲留學 那個都是很大的一個事情 後來他們因為有這樣的重大的決心跟付出 所以他去絕對不會去玩 所以這個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再下來是Paul Johnson是英國人 他是當代的 他大概1927年生的 他也是一個現當代最暢銷的一個作家 有關於歷史 這個畫面的歷史小說 寫了非常多的書 The History of Jews Modern Time 他們都這麼厚這麼厚 大概六七百億一千億這樣 還寫New Art 新的藝術從動物藝術寫到1940幾年的藝術 非常見識廣播非常觀 他看藝術的角度就是超乎一般的那些藝術家在看 這個所謂的知識分子是他其中一本 我第一次接觸到的書 他這個書就是在寫很多知識分子或者名人 比如說馬克思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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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國 那都是偉人 可是他把他們的另外一面都寫出來 所以我們看人物絕對不是平面化 你一定是要眼睛要張開 你的information要充足 我覺得你的語言尤其重要 但重要的是你要有看斷力 你不要只被限縮在所謂的中國 我讀中文系 我很後悔我沒有去讀外文系 所以我認為這個我們語言非常重要 你們要接觸 現在你們太容易了 Kindle 你阿媽怎麼賣你Kindle 你回來電子書在裡面 你哪個字不懂一按中文都有了 太方便了 現在的文書 所以他另外寫了一本 人家說那你太刻薄了這個人 怎麼老是寫人家的 挖人家的黑幕什麼 他說我還要寫一本 叫做Heroes 英雄 他寫出來 中文大概還沒有翻譯 在Amazon裡面 我還沒看 另外一本就是Creators 就是創造大師 就是講一些 大概都是藝術家比較多 比如說杜樂什麼那些 各位可以 這個也是讓你張開眼睛 看世界 不要把自己限縮在有限的 中國文化或者台灣文化或什麼 你詩 絕對不是可以被限制的東西 不猜則 應該最害怕的就是這種詩的 就是最害怕的就是你有思想 你綁不住你的這種 再來講烈語 我舉這個 不是說我 這沒有正面負面 這個人是個偉大人 他讀書都第一名 跟柯文哲一樣 嘿嘿 可是這個人 厲害到什麼程度 他搞共產黨 他創立共產黨 布爾雪維克政黨 他跟沙皇鬥爭 他還建立共產國際 那個歐洲是多複雜的地方 俄國你就搞不完 你還搞到共產國際 因為他脫不開 蘇俄是歐洲國家 他歐洲的政治他就脫不開 他為什麼 我剛剛下一次我覺得 下一個單月要講到蝴蝶效應 這個人就是一個例子 前面這些都是蝴蝶 這個列明他在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也是搞革命 被沙皇殺死 所以他就決心要搞革命 他的哥哥被誰影響 被一個詩人影響 詩人 我說詩人是個笑話 誰怕你啊 國民黨也不怕你 隨便你行 共產黨也不怕你 隨便你行 因為你沒有力量 你沒有影響力 你沒有思想 在社會 人家也不把你當一回事 因為我們的價值全部混亂 有誰認識我 我今天講這些話 你聽過 或許 但你意義在哪裡 下面一個 我就要講這個蝴蝶的意思 我們要打開你生命的想像 你們對蝴蝶有什麼印象 如果你的印象只是鴨鴨蝶 蝴蝶只是彩花大道 只是怎麼樣 那個是你的 你的人生 你的頭腦 真的不如一行 霍特萊爾的事 這個是劍穿人之間 那個日本天才 講個話 我想了很久這一句話 我懂 後來我懂 不過今天沒時間講 蝴蝶效應 就是我講的 私人這個 這麼沒力量的人 他可以像烈嶺這樣 散起了全球的那個共產黨 那太厲害 那個比颱風還厲害 蝴蝶效應就是在講 我氣象局有一個Lawrence 氣象局的預測員 他在計算 預測這個氣象的時候 中午跑去示範 二三十分鐘回來發現 跟他的預測 大相進行 結果這種 小數點0.0級 那個變成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後來就有人講 南半球的一隻蝴蝶 閃動了他的翅膀的時候 北半球可能造成一個開破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弱 私人都沒力量 我是很有力量 只是你還沒接觸到我 那個 烈嶺就是一個故事 我們的私人有沒有辦法去影響一個烈嶺 影響一個雅力三大 然後影響到烈嶺 思想的厲害 莊州悶典 中國不是沒有想像 中國的文化古時候最偉大 到現在 從明朝以後 可以講 每況愈相 他思想被辱家的 封建思想 綁死 莊州正好是道家 是中國最本古傳統 最有想像力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開始 爪子 莊州是戰國時代 這個莊州夢蝶 你們都聽過這個故事 你們大概知道吧 OK 簡單講就是 莊州有一天 他夢見自己變成蝶 所以飄飄然 非常自由自在 可是一下子他醒了 發現自己還是莊州 可是很頓重 不是蝴蝶 可是那個蝴蝶的感覺還在 所以他 他想說 我是不是蝴蝶夢見 變成莊州 大家知道的故事大概到這裡 下面有沒有人知道 OK 我再講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讀書 絕對不能只停留在 你好像聽一個故事很簡單 他下面的一句話很重要 他講一個物化的觀念 他說 莊州與蝶也必有分離 此之未物化 大家聽過這個沒有 沒有OK 莊州與蝶也一定是不同的 他有莊州這個名字 有蝴蝶這個名字 他一定是不同 但是 此之未物化是上面這一段跟你講的 就是說在你這個固執世界 在這個精神 你的意識世界 是會融化融合 會互相變成有一個融合的現象 你會超出這個固執現象 這多厲害 兩千三四百年前 那麼你把這個代目看看 台灣人 中國人 你在那邊夢來夢去 然後最後 我們的意識狀態是這種東西 你的意識精神是 像水一樣 會結冰 會蒸發 會流動的 會消失的 我們的精神狀態 我們的意識是這樣 我們的存在 跟本質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 我覺得他是一個詩人哲學家 現在很多人在搶著要當詩者 我說你別搶 沒有你的困 再來 我再給你看 一個想像力超強的 你說要詩 你說哪個朝代不同的是有 我現在給你看日本這個安息東偉 這是一九二幾年 大概我們服務車失色 楊智昌 一九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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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沒關係 我現在講的是說 楊智昌他們一九二零年代 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就是接觸這一班人 這一班人就是 日本不是學習那個 歐洲的東西嗎 他把超現實主義 現代 達達 主義 立體 主義 從那邊然後學起來 日本那時候文學界也是這樣 那麼台灣 也是從這個楊智昌風車失色 到一九三五年在台灣 創立了風車失色跟風車失刊 但是安息東偉這一首是很有意思 你看一看這支蝴蝶 他寫了一首叫春的詩 這春只有一行 他寫了怎麼寫的呢 望著一隻蝴蝶 往達達尼爾海峽飛越過去 你想一想 一隻柔弱的蝴蝶 往達達尼爾海峽 就是往 中國大陸 往西伯利亞那邊飛過去 這是何等的神奇的力量跟意志 我把它解釋成這個是 1894年日清戰爭 日本人敢去打中國 1904年敢去打俄國 當初兩個都是大權 都是特大方的國家 日本是小兒本 你憑什麼你敢這樣子去 這給你的生命想像 跟什麼樣你印象中的蝴蝶 有什麼樣的不同 大家想一想 台灣有沒有這個蝴蝶 有 就是清斑蝶 這個故事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日本九州發現一隻蝴蝶 抓到一隻蝴蝶 欸 是台灣來了 怎麼知道 因為他翅膀上有編號生態學校編號 這是我報紙上看到的 我馬上撿下來 我的台房 台灣也有這個蝴蝶 1700公里 從台灣飛到這 經過這個海洋 吃什麼 有沒有辦法睡覺 有沒有辦法休息 當然有汽流 我們不談 但是你一隻蝴蝶 它能看那麼遠嗎 它敢飛 知道1700公里 它腳會不會軟掉呢 你有沒有這個 想一想 一隻柔弱的蝴蝶 這是台灣的青斑碟的故事 可以給各位一個想像 再來一個黃靈枝 台灣還有另外一隻蝴蝶 這個黃靈枝就是 大概1927年左右生的吧 我多當不好 我記憶非常不好 所以我從來不太背書的 假定看不懂我一定背不起來 這個黃靈枝是被稱為 我們現在還在 住在楊明山 他是旺族 一輩子不必工作 他是一個天才型的一個詩人 後來 國民黨來以後 他就全部用日本日文寫作 他是排聚的 可以講正剛指揮獎 日本天皇頒獎 他是寫排聚的 他寫了一首詩叫牛糞 聽這個名字就很本土 很鄉土而且很嗆辣 這詩是怎麼寫的 大概14行吧 還是16行我忘記了 就是一隻牛 走到馬路上 站住了然後 一頭大便下來 他說這頭大便很像布魯戴爾的蛋糕 布魯戴爾就是 馬賽進行曲在凱旋門 法國巴黎凱旋門上面的 那一個雕刻家 很雄偉有力的那個雕刻家 他說那個蛋糕 他大概是用肢體語言的思考王子 他自己也做雕刻的 你可能知道 那麼他說這個蛋糕 這因為這不是隨便寫 他後面還要連結了 這個牛拉下來 以後就走吧 必須走 主角來了 一隻蝴蝶 飛飛飛 停在這個牛糞 牛糞上面 然後開始吸取那個糞之 這跟你們想像的蝴蝶 有什麼樣的建議一種 台灣有沒有這種蝴蝶 很多喔 一下子跑到民進黨這邊吸一吸 一下跑到國民黨 現在很多人跑到大陸去吸一吸 到中國去吸 有沒有 久久上有喔 跳騙啊 我不要講誰 很多 那麼還有一個 我們也很戒絕對 不要陷在台灣 也不要陷在中國 中國你可以講 渡古禮拜 你們都讀過 但是沒有給我很大的生命刺激 沒有給我很大的想像 什麼黃潛明月瓜 什麼儀式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低頭是故鄉 小時候就強迫你背 這個有沒有給你很偉大的力量 你要搞革命 這也能給你什麼革命 我不能 我沒有受到 我沒有受到那種質疑 沒有給我那種力量 但是這些都有 現在講一個 Amyne Dickinson 就是我們很佩服的一個詩人 她是美國的一個女詩人 被認為是英美文學大概 人家講的 這個 不能五斷 就是說她是被認為是 莎士比亞以後 最有想像力最偉大的一個詩人 她講 蝴蝶 正是在所寫蝴蝶 因為我們時間不過為止 指引了四行 已經有一點超過了 那個 My queen tightens Colors teeth I am feeling for the air The incapacitive winds I am feeling for the air 簡單解釋就是 這隻蝴蝶 她在殘勇緊呼之下 她還沒有破解而出的時候 她覺得自己要成長 自己被束縛了 我們台灣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的 我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的 小孩子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的 你自己去感覺 Colors teeth 蝴蝶 我們都知道 它是氾濫無彩 很多彩色很漂亮 是不是 這個 還沒有出來誰看到你的顏色 但是你這個顏色在你的生命裡 已經開始在 這個hease就是 好像作弄 或者是跟你騷動 或什麼那種 I am feeling for the air 這個air有兩種意思 一種是空氣 你在產點裡面可能沒空氣 你要feeling for the air 你快要出來 你已經開始在感受那個空氣 或者是天空 你產檢把你拋在那裡 但是你天空 或外面 你只要破檢而出的時候長翅膀 你外面那個天空 你看多大的生命想像 Deep capacity will win 就是說 這個翅膀很微弱的這個能力 一種它能耐 應該叫能耐 它有一點壓韻 但是它這個人也不管運 所以當初它寫了一千七百多首詩 在世的時候只發表了七首 而且是逆臨的 你就可知道現在的詩人寫太多了 發表太多了 你有沒有給人家力量 有沒有一點藝術感 或者生命感 大家不要把眼睛只限定到現在外面媒體在宣傳的那些東西 那些急著要出名 真的要出頭 你有什麼東西呢 我自己都很派言 我敢寫那個書 如果不是有一個少年之志 我根本就不敢寫 真的 那一種顏色 那一種五彩的顏色 那種翅膀的力量 這讓我感覺到我現在穿的衣服 或者是我的外表 是感覺到很卑霧的 這是一種你看拉來拉去拉來 把你的思想感覺都夠擴張了 接著 因為 為什麼要講這個超現實主義跟西主義呢 你只要懂得你的內在意識覺醒 你就很容易的懂得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一般人都不太容易做 為什麼 因為他講的世界是你內在潛意識 是你的內在世界 你根本有時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了 除非你是天才或者是你也有 你也有修煉過 我講修煉請各位不要把它聯想到宗教 我是不信那種洗腦的宗教 或者是固定的教義的宗教 我不是我一定要追求自己的 超現實主義是realism 這是英文它創造出來的字 那個sir的意思是有一點就是超級的意思 不是超越 它這個超現實主義不是說要你超越現實 而是說這個超現實是比現實更真實的內心事件 不是超越而果定現實 稱之為超現實主義運動更嚇到 為什麼因為它是不二中 1924年 它發表第一次的超現實主義運動先人的時候 那麼就是這個一個運動 一個movement 或是一個團體 那時候是有這個團體 然後他們因為胡羅伊德 他在1920年代寫了精神分析 寫了夢的解析等等 他發現了潛意識 這是一百年前喔 九十年前而已喔 中國在2300年前已經有這個裝置 已經發現到這種東西 不只是這個印度他們的瑜伽 或者是他們的這個 他們有很多這種修行者 其實他們都恨觸到內心事件 恨觸到有的甚至於講到 意識有第六神意識什麼的 那個我不懂 我只知道潛意識 我只到潛意識我還沒多知道 所以這個西洋人把它視為天才 他也是一個猶太人 那麼這個潛意識的發現 大家都知道潛意識吧 我就不必講太多 我就是說 他的潛意識說我們冰山理論 你人在清醒的時候 是清醒意識 像我們現在的清醒 我的頭腦我看到你們 我什麼在想 我現在也不會潛意識會 跑出來 超現實主義他講潛意識是說 他講人的慾望 人的慾望 抓愛就是驅動著你去做很多事情 愛是慾望 本來是一個本能的慾望 但是愛是升華 或者是你有羞恥 或者是你有恐懼 或者在社會上不容許的事情 你害羞的害怕的 全部都不能表現出來 就壓到潛意識 你也羞以承認 你也想把它忘掉 但是不會把它存在 那麼在晚上你睡著了以後 他就跑出來了 用夢的形式跑出來 但是我說這個很有趣喔 他為什麼奇奇怪怪的夢 因為你的意識還存在 你還受法 你還受束縛 你還是不敢 不敢 所以你的夢就會變成奇奇怪怪的 那個叫anamorphic 就是彎像 變形 後來超現實主義的 畫家啊什麼 他們的表現就是 他是取了這個外面的那個東西 可是等一下我會講到 我們這個裝紙啊 他還有更偉大的 比這個更深的東西有沒有 我相信西洋人 還沒有發現到這個 2300年前就已經發現 而我們要知道 好 那麼這個 講到這個 洛福斯論 把超現實主義 當理論 新基督主義 是日益 這個是為什麼講這兩個 這兩個主義 我寫了在 世人展地裡跟我寫了 呃 當作啦 我研究所的時候 那個時間不是很多寫入文啦 雖然也不丟臉啦 因為我做田野 雖然不是很深入 但是 我覺得我還必須寫一個 更有分量的去 古教論文啦 那我覺得 我寫了一個超現實主義 寫了一個新科管主義 我覺得我 我那兩天可以得碩士論文 可以通過 超現實主義 是若無現代派他們這些詩人 把他 他寫了一個詩論 他把超現實主義 當作他現代派的一個理論基礎 說我們很現代 我們是現代的 你們都很同 那麼新紀錄主義就是 台灣的律師社 或者不要說台灣的律師社 說台灣的本土是很富武器 所以我們也有現代啊 我們現在是從日本那邊 新紀錄主義 那時候是從那邊 歡迎過來 我們也是 接受西洋的這些東西啊 那事實上這是毫無意義的 你只要懂得 內在世界 像剛剛我所講的 我們底下還要再發生一點 這個 new objectivity啊 它不是主義 這個字的意思是 objectivity是客觀性 它不是主義 主義應該是objectivity 對不對 所以這new objectivity 英文翻譯的 那個德文我不知道 可能青凱會知道啊 這個意思 英文翻譯比較正確 好像 意大利語比較object 但是這個 這個英文就很清楚 新紀錄你是不懂的 客觀主義在西洋的哲學 主觀主義 客觀主義 這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認識論 很清楚就是 主要是怎樣 唯心唯物 這是簡單講 但是事實上 講起來 如果這個書 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看這個文章 我的部落格裡面 大概也有把這個 如果你沒有這書 你也可以去看部落格 我裡面有錄這一首 給大家參考 為什麼選擇 丁旭威的錄文 這個是在 第四社 十年前 四十週年的時候 第四社 在辦了一個 國際學術研討會 其中一有一天錄文 丁旭威就是一個教授 他寫了這個 新紀錄主義 當初我看大概現在台面上 或者沒有在台面上的 一些本土詩人 大概每個人都 都講了意見 但是不盡 不盡正確 我只能這樣講 你一定要去確實去看 新客觀主義是什麼 你不能 你不能 你不能自己 想著自己 新紀錄是什麼 不是 覺得 你一定要自己去 去看 去追求 現在有這個書了 很清楚了 那個叫 Autonomics and New Objectivity 這本書是大概去年 七月才到台灣 它全世界才發行出來 英文版 有興趣大家可以讀 那麼歸根究底就是 內在世界 你假設懂你的內在世界 這些你全部都懂 很容易 這不是吹牛 再來這個意識覺醒 就是我講的 你的內在創造論 每個人都應該是要有創造力 你要搞革命也要有創造力 要不然你老套老梗 人家是蛋 準備個陷阱 準備等你 對不對 所以 你要搞革命也好 你要做事業也好 你要教小孩也好 你要創業也好 所以 這個意識覺醒 就是剛剛我講的 能夠捕捉到你的創造 創造力的一個最初步 就是你一定要先覺醒到自己的意識 你要知道你的意識 你要 感覺到要捕捉到 那麼 一朵花是怎麼來的 一首詩 是怎麼來的 一朵花 它絕對不是你一個人造花 或者你去把它撿來 就插在這個桌子上 它不是 它是從種子 所謂離古 在陽光 日月 星光 風雨 落 霜露 露霜 全部這樣的環境 這樣長出來 它一定有一個內在生命的種子 一首詩也是一樣 它絕對不是我拼拼錯錯 現代派他們學超現實主義 他學的是correct 就是拼貼 寫自動書寫 他認為那樣是從無意識出來的 就是潛意識 無意識不是潛意識 無意識是nothing 那怎麼會是你的潛意識 潛意識是有意義有內容的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要了解詩 我就是這樣講 這樣應該各位懂吧 詩的根源就是來自生命的內在 即使面對同一個世界詩人 必須有不同的詩 因為有不同的內在 所以每一個詩人應該是不同的詩人 不是只有我是詩人 你應該是你自己的詩人 如果你那個寫的詩把名字蓋起來 然後你不知道那個詩是誰寫的 沒有那個人的味道 那個詩就不值得看 不要浪費時間 現在外面你網路聽說有300個詩的網站 詩的那個部落格 或者是網路詩社還是什麼我不懂 我請注意想看一看說 讓自己年輕一下 後來我發現浪費時間 你只要懂得自己內在 你看到你今天無必看那些書 你無必看什麼詩 你只要走到外面看到天空 你就捕捉到詩意了 你看到你的太太媽媽 男的友人朋友 你都可以感受到 你要有這種能力 詩人是這種東西 一定是不同的 那麼能夠關照自己的意識安全意識 你就能夠更深刻的了解自己 為什麼寫更深刻 我不敢講深刻 也不敢講你一定會 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一定比你自己能夠以前更能了解 更深刻 我們只能這樣講 因為 道家所講的 大小虛實高下 全部都是相對的 不是絕對的 那麼列子說夢 這個列子呢 他講這個夢 為什麼一定要提一下 列子這個書是 衛書是假的 他是東進的實在 好像總和了這個 莊子啊 淮南子啊 兩三本這個著作去抄海抄 搞出來的 所以這目錄百本學 人家後來研究說這個是假的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 可以參考 那這份我說說看 大家 當作一個故事吧 他說 有一個大幕 他白天呢 過著這個大魚大肉 三切四切 不是那個三七 是三根 三七四切 大魚大肉 喝酒 唱歌 非常快樂的生活 然後指使一個奴才 叫他做那個 把他當牛當馬 非常悲慘的一個奴才 可是一到晚上的時候 哇這個不同啊 這個奴才夢見自己是那個奴才 享受這三七四切 享受大魚大肉 這個富翁正好相反 他夢見自己是奴才 過得非常悲慘的 那個生活 所以他就問了 這兩個人誰比較幸福 如果這 你還是你 你白天怪我 他晚上怪我 哪個人比較幸福 我們人的生命是你的感覺 所以這個呢 很有意思 意識的三種狀態 不難懂 就是我剛剛講 人的意識狀態 不是只有意識跟淺意識 它中間還有一個冥想意識 為什麼能夠意識覺醒 你能夠捕捉到你的意識跟淺意識 因為你有這個冥想的狀態 冥想狀態就是 現在打坐 練功什麼等等 眼睛閉起來 靜下來 然後放空之急 然後就怎麼樣 就冥想意識出來 就是你仍然清醒 你沒有睡著 但是 你的意識被你看到 被你聽到 你自己的心念 念頭 你可能起初還不會 等到你有一段時間 修練以後 你會覺醒到自己的意識 然後 你的淺意識也會跑出來 因為你放鬆了 你是面對自己的 你沒有給別人看 所以 你那個淺意識 能夠用你清醒的意識 就是把它捕捉到 那捕捉到 那捕捉到 有時候 你為什麼 因為 你越來越了解自己 所以那個 那個變形 那個歪曲的夢 你最後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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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你會懂 你會懂 那麼 接著再講這個語言跟字母 有一本書要介紹各位看 這是我很可惜 我是到 古研究所的時候才知道 這本書非常簡單的語意學 因為 為什麼要講語言 因為語言 是會 影響我們的存在 影響你的思想的一個東西 人家要洗腦 人家要騙你 人家要騙你 而且語言 無形中就會騙你 語言與人生是一個日本的 早川博士 各位一定要去看 很簡單的書 它讓你知道我們講話跟 實際的意思往往不一樣 你講話的語言 精確到什麼程度 你寫詩如果語言不精確 那你不寫人家不唸嗎 我們唸嗎 可以這樣嗎 那你唸那個詩也是 盲人騎俠馬的 對不對 就算我寫了 天下最美的真理 最美的是你 我寫的如果你語言很精確 傳達是你看不懂 那是你的問題 不是私人的問題 所以等一下我們還會講這個語言 接著這個長屋子大夢 動態認知是我講 長屋子是從這個莊子裡邊來的 這個長屋子是誰呢 好像歷史說找不到這個人 但是就講他是老子的弟子 那麼前面有一大段我沒有提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居雀的孔子的弟子 跑來跟長屋子吹牛 說我們孔虎子喔 多偉大多偉大 然後這個是個聖人怎麼樣 然後這個長屋子就跟他講 講這一段我覺得很精彩 夢淫久者淡而哭泣 夢哭泣者淡而甜戀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瞻其夢焉 學後知其夢也 且有大絕 而後知其其大目也 而予者之以為絕 切切然知乎 下面那一段等一下再講 前面這個 是不是大家都讀懂 跟那個剛剛講的 白天那個護翁跟農財啊 晚上變成另外 對調過來 同樣的意思 前面那兩句 但是這個又很有意思 夢之中又瞻其夢焉 這個 他在做夢 他又在做夢中間又夢 然後他夢他不知道 他就去找那個解夢師 以前都是那個薩滿啊 那個什麼 巫師啊 他不了解他的夢 跟我們現在一樣 如果你修煉到一個程度 你會了解你的夢 你自己可以解夢 他這個意思是說 他夢中又發現自己在做夢 夢見自己在做夢 然後他這個夢他不懂 他又去問一個巫師 然後他醒來才知道自己在做夢 怎麼自己無裏無土的夢裡面還在做夢 那等到他醒覺了以後 這個叫大覺 他知道自己夢中的夢是 夢是已經是一個夢了 他還有更深的夢 那麼這個是他的大夢 那愚者自以為覺 缺缺然之路 我現在在跟你們講 我也是一個愚者 事實上我懂得也只到一個程度而已 但是我不得不講 因為我 我是小覺啦 我希望你們是大覺 那麼他接下來講 君夫木夫 這個就是口秋儒家 他們老是在講修身騎家自果明天下 要當人民的導師 要主宰人民 要當人民騎在頭上 當皇帝 你跟我講那一套道理 顧瞻 真是頑固 真是僵固 真是有限 秋也與秋就是口秋 皆夢也 你們老師跟你都是在做夢啊 我現在說你做夢 我也是夢啊 是其名為吊鬼 這吊鬼 這吊鬼師馬無無 給你那時候寫文章 就用它 就是它是兩三千年景的一個俊子 他說 你這樣講 你也是做夢啊 你跟我講什麼 我現在在跟你們講什麼 這不是吊鬼嗎 但是 不是喔 萬事之後 而育於大聖 知其節者 是但沐浴之也 就是說這個不是 不可能節喔 這是 只是它時間很長而已 如果在萬事以後 你碰到一個大聖 這真正的聖人的時候 他知道這個解答 那麼就像 萬事就像早上跟晚上這樣短的時間 你早上再講 晚上你就碰到 意思是說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我們也不要把自己現實 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 你認為潛意識就是真實的嗎 No 還不是 你的潛意識也是 也是 夢 夢中還有夢 那你的潛意識也不是真實的喔 怎麼可能是真實的呢 是你的慾望 是你的妄想 是你 不是很真正的真理的真實 東西嗎 怎麼可能是最真實的 或者是終究的真理呢 那麼我們如果能夠有動態認知的話 你就能解除思想和國家的智乎 你說國民黨共產黨 你拿什麼來跟我宣傳呢 你拿什麼思想來騙我嗎 有那麼容易嗎 我希望各位 就是要能解除這個智乎 我今天講的目的最重要也在這裡 我不懂得什麼太多東西 你們裡面可能一定有比我 學問更好思想更深刻 但是我這一點我希望能夠提出來就是野人獻物啦 我也在做一個小夢 接著我們下去追根究體 認識冰子拔掉它 現在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 最重要今天的演講就是這個 下面接著要講的是形而下 這是形而上 歷史是怎麼來的 是一些事件造成的 事件怎麼來的 行動造成 你的行動 公平行動 運動造成的 行動是怎麼來的 信仰 信仰怎麼來的 思想 思想怎麼來的 知識情感良知意識潛意識形好偏見執著 個性亂七八糟的造成的 所以你從你個人的 內在意識的東西 產生的知識你就產生思想 思想產生信仰 信仰產生行動 行動產生事件 你就可以創造歷史 我講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麼語言是思想的容器量載具 如果你有修煉 你有意識覺醒 你就會知道你的語言 你會產生 語言產生的時候 你會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詩也是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只在那個文字上 在那邊玩 或者是在那邊弄 你就是把語言當做一個實體 一個主體 那是錯誤的 語言是一個容器 它是一個杯子 所以那個老子講的 那個道 蔥而用之 過不贏 那道 語言它是一個容器 你是把田蔥 有人解釋是說 像把它裝 像一個杯子一樣裝 但是我認為那個蔥 它寫蔥 蔥水的蔥 兩點蔥 那我是自己把它解釋成田蔥的蔥 你那個語言是思想的容器 比如說你想到一朵花 你一定要有花這個語言這個概念 你才會把那個 那個花的東西把它裝在起來 然後花很漂亮 這是另外的語言 所以你這個就產生了一個思想 然後很漂亮 我把它拿來去獻給我的女朋友 那麼這個就是它一段一段的這個在載運裡的思想 那語言就是這個東西 所有你自我的存在感 和對外世界的認知定義去語化以及思考表達 都靠語言運作 這一點 它夠重要 口喊安標語 多可怕 它製造一個語詞 把釘子就打入你簡單的頭腦中 就能無形中操縱群眾 共產黨這一套最厲害 國民黨也學會學壞 什麼藍綠對抗 什麼兩個女人的戰爭 等等等等 都是一個用很簡化的語言 來引導你到錯誤的方向 誰跟你藍綠啊 我是藍臺綠的 對不對 沒有這種事情 你一定 這個釘子打不到你的腦太重 你如果被人家這樣操縱 我跟你講你台灣的歷史到一百年後還是一樣 剛剛文中講的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要講 台灣歷史為什麼老是重複呢 日本人來也是這樣 皇民文學 國民黨政府來怎麼樣 反共文學 寫作隊伍 軍中文學 怎麼這樣 共產黨來會再另外一套嗎 會喔 但是我們不允許啦 所以與追究語言的虛實和精緻度 就可以拆穿政客的法系 這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寶劍 我希望各位要擁有這個寶劍 這個不是我能給你 我只是開個頭 你們自己要去思考你自己內在的語言的產生 你要怎麼去讓你掌握這個語言 在頭腦裡邊 文學尤其是詩 是我們很重要的語言和思想的訓練 為什麼 你詩人文學家作家 你寫字 你寫東西都糊裡糊塗 搞不清楚自己搞不清楚 你在寫什麼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你在寫什麼 我們很多我發現 就是說那個老師他在教書 教不清楚的時候 他一定自己不懂 他自己沒有辦法清楚 所以他沒有辦法講清楚給你聽 所以這個文學詩 非常重要 他絕對不是 好像這怎麼講 娛樂絕對不是那種東西 我知道 那個方方這 你說你寫詩 你作曲 這個就是 你看那個Beatles 那個歌是非常好 那詩配得非常好 那個就是詩 絕對不是 你一定可以超越這種東西 接著 你一定要文學 要努力去看 但是你要看對 眼光不要綁在中文世界 你知道嗎 你用英文你上網站去查 他的information是十倍百倍於中文 而且是比較正確的 中文也會有很多 但是亂七八糟 你上網有時候你還要會分店 我只是互相鼓勵 因為我兒子也在玩音樂 但是我不知道他接不接受我 我講的這一套 可能會接受我 兩個根求論 為什麼說兩個根求論 這就牽涉到台灣的歷史 就剛剛文中在講的 我們還沒開始 我們就要講 你台灣怎麼會 這樣子老是輪迴呢 這個兩個根求怎麼來的 好 季權若無恆的遺址 就是 他們 是從大陸來的 季權101歲死掉 大概一年前兩年前死掉 很長壽 他是一個很豪華 但是我覺得他喊口號 思想比較粗糙 但是老前輩 我們應該 既然是詩人 我們也 把他很認真地在寫詩 那不一定跟我們一樣 但是我們還是尊敬 那麼論夫是另外一個 他比較年輕一點 現在大概在美國 大概八十出頭吧 那橫的意思怎麼講的呢 因為當初他們是在中國 白話文運動 白話文學 就那個1910年代 他們也有去換我去歐洲留學的 他們也是學到很多歐洲的東西 然後從這些東西 在白話文學 又正好在中國當初的文學界 就是在那邊形成一個白話文運動 跟白話心思這樣的運動 可是他們是搬西洋的這一條東西進來 後來這些人來台灣 他又剛剛我講的 他又把這個又拿到台灣來 他們當初我們有語言政策 日文不準的喔 所有的報刊雜誌都是中文的喔 你當初我們那個老前輩很可憐 很可憐 他們一輩子學日文 日文非常好 跟日本人一樣 可是到中國人來以後 不行啦 他中文他也沒辦法寫啦 所以他們沉疾到 1960年代才開始 跨越語言 那是一個 我覺得語言的略視 我還要跟各位特別講 像我到美國去做生意 或在那邊生活 我感覺到 我怎麼這麼笨 我跟美國人用英語交談啊 你當然很笨啦 人家 你要將來要跟人家談判 假定是你有對等的談判 我就用台語 用K語 我跟你說用各位 大家來談 這才真正的平等 你假定說 今天你到美國去跟他用英文 在論戰 在做生意文 你都輸啦 你跟中國人 你到大陸去 你用國語跟他來 跟他北京話跟他來 他絕對贏你 你覺得你很笨 不是你笨 是你的語言略視 那麼這個 講到這裡 這個 眾的傳承 他們是從中國 就剛剛你講的歷朝歷代這樣下來 我沒有我變那個東西 我也有 但我從來不背 我從來不背 所以我現在沒有一首 我可以背 很可憐 這個自己覺得很可憐啊 但是我也 回到日水 回學日益 這我也沒有什麼好抱怨 我懂我應該懂 那麼這個 風車失色就是當初 從日本 就是我剛剛講的 跟安西東衛啦 什麼西斜順山長啦 什麼那些一票 現代私人 日本的現代私人 私人 失色交往的 他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回到台灣來的時候 1935年創立 叫風車失色 名字取得很可愛 他也有一個風車失色 到現在 那個失色都找不到 那麼 這些人 風車失色 剛出是陽翅昌是怎麼 也是一堆學到 超現實主義 現代的 那些東西 到台灣來 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 他不想涉入這個現實政治 現實社會的批評 所以他們當初就把自己定在說 我們走現實 超現實主義這個地方 所以他偏 不要這個台灣的寫實 那麼 如果你當初有真正真正了不起的 像Amy Dickinson 像尼耶爾克 像波克萊爾這樣的 的那個 等 等 等式的話 那你也不會被忘掉 你在 你在這個世界市場裡面 會立得到主 就像波斯的失人 摩媽開亮 魯比 什麼沙地 他們為什麼存在 大家好好想一想 公正式是 後來還有 有一個 營靈會 這個營靈會 也很重要 這個 張彥勳出師 律師樂軍 他們是在1942年 組織的 那當初他們 真的是台中一中的學生 他們就 朋友就這樣 文藝青年 自己寫詩 互相傳閱 都是日文的 也是大概 是現代式那樣的東西 後來人多了十幾個人 開始油印 裝訂 就互相這樣 變成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刊物 後來又變成 他的刊物叫做圓草 就是好像路邊的草 或者是花圃旁邊的草 那樣的意思 草就有強韌的意思 但是不太重要 好像這樣 很可悲 那麼 名字雖然取得很美 但是 可是台灣人的那種命運 我覺得 也很可惜 那麼 到1948年的時候 他們改於 就是改成草寮 所以後來我們也有草寮雜誌 有什麼新草寮什麼 就是從這裡來囉 這個揚腿當顧問 他主張用腳走 這就不同囉 他說寫 他有一段他們互相在討論講的話 也很精彩 這些書 我也可以稍微講一下 就是林恩泰他當初也參加移林會 他是花月語言的一代 但是他是現代派那一邊的理論大師 因為他懂日文 他從日文書看 他看得到很多西洋的 關於得成日文的東西 所以他 讀了以後 他把他在 現在詩刊或者創世紀詩刊在那邊發表 所以後來他被稱為詩者 但我不知道這個哲學是怎麼一回事 我不知道 但是他是很努力寫了很多那種詩論的人 那麼當中他們幾個人在討論 我們應該有詩要美感還有藝術要有抒情啊 那他們楊葵就講 你抒情也要有根 你寫你要有土地有根 對不對 那他就簡單講就用腳寫 很有意思生動有力 那麼歷史社就是我講1964年創社 那當初就是誰呢 就是成千五林恩泰沾沾濱幾年 林恩泰在 那老先生嘛 身體稍微 但是已經88歲 89歲了算不錯 成千五已經去世了 91歲去世 沾濱早一點更早一點 那麼創社以後到現在的 今年2014就是50多年 他們會舉辦一個很多活動 那麼台灣現代詩為什麼要提一下 就是當初2005年 那成千五跟江智的什麼他們 因為那時候台灣名稱當雜誌 的名稱開放可以了 他們說那我們應該趕快去登記 要不然的話已經有一個本土資格有個歷史刊嘛 為什麼還要再登記一個台灣現代詩 是忍協會還有台灣現代詩刊呢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什麼台灣 創業什麼基金會 台灣民主基金會什麼 一大堆那個用台灣名字都是騙人的喔 所以當初他們就趕快把這個登記下來 確實現在的理事長還有他的主編 他是比較 我講就是比較踏實 比較純粹一點 雖然這個詩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現在也面臨一個困境 第四社也一樣 台灣現代詩人協會也一樣 我們希望有很好的古典 但是很難 但是我相信希望各位 如果有志一同 大家可以去探索看看 那邊也有 我帶了一些台灣現代詩的刊物 有寫詩的舉手看看 有寫 OK 隊長好 還有沒有 不要客氣 你有 好 有讀詩的 對呀都有啊 所以我今天講的就是這些詩 你一定遠界要放開 你的語言 我知道很多人會意大利文 化文什麼德文 我只會一個英文 但是英文也很過文 接著 有沒有台灣文學 這是比較有爭議的 但是我覺得也不難講 因為你講 因為剛剛的脈絡 思想脈絡下來都 理解的話 這個是太行而下 為什麼說 鄉古文學 鄉家文學 因為在早期 1980年代之前 台灣不准提了喔 你們年輕人很多可能不知道喔 我寫論文之前 台灣現代不必 不行耶 我的論文主考班之一 就對付我耶 後來是還好 就我那個指導老師 談談的九先生 他還有他壯臉 他生氣的 他覺得他是政治意識在對付我 雖然我那個論文 寫的可能不夠好 但是我覺得沒有留戀喔 我沒有超俗喔 我全部都是真正做甜點調查 可是我時間不夠 但是我還是沒有做過的喔 但是那時候是不准講台灣的喔 你講台灣思想有問題喔 所以講什麼 鄉土文學 知道鄉土文學嗎 這個鄉土文學很多啊 黃豬民 黃豪寫屋什麼什麼 黃豪寫屋很可惜 33歲就 車禍死掉 他是跟我算是同鄉嘛 他是惡靈的人 他今天惡靈還有一個 六國的人 黃豪寫屋 那個文學園區 六國 但是寥勝於武藍 滅江文學 就是當初 不然講台灣文學 然後講鄉土文學 余光宗說狼來了 三合一敵人啊 都可怕了 這個詩人 這個詩人可能 他也不是牛混那一隻蝴蝶 他是鐵蝴蝶 鐵蝴蝶 蠻青的那些 那個殺手用的鐵蝴蝶 邊疆文學 就是那個時候 有中國意識的 他講 台灣 台灣文學 表過去也是邊疆文學 新疆文學 西疆文學 廣西文學 這種想法 台灣當作邊疆 我今天講 如果我今天在這邊寫 我在這邊讀書 我在這邊思考 如果將來 有所謂的台灣文學 我希望我們台灣的作家 是要有這個字記 我要有一頁 我不要編到中國文學那一邊 搞不好連一頁都沒有 而且 人家十三億人口 比兩千三百萬 費水拿給你運氣 我講 台灣文學 為什麼會是台灣文學 因為如果 你沒有自我 你沒有自我果定而能夠存在得到 你那個 你不 不承認你自己的存在 你果定自己的存在 你這個人就沒有存在 你去做什麼 台灣文學 你在這邊做作家做事的 一樣 你假定沒有這個存在的意義 我說得兩條的 可以去 可以去使用 那麼 在世界文學中 台灣文學有什麼 獨特的面貌和內涵 這個是我們要內型的 你寫出來 你有沒有台灣的面貌跟精神 跟內涵 有辨識度 就算是一個很簡單的 那種叫做異鄉情調 你有沒有 我讀猶太人文學 人家以前還沒有國家 我讀當人文學 我一看就知道在猶太人學 你台灣有沒有 假定沒有要怎麼辦 等一下我還會講 所以一個人的自我存在 是哲學問題 台灣文學 台灣的國家的存在 也是哲學問題 它不是政治問題 自己要想清楚 你要不要存在 你不要存在 那沒關係 那時你要找到你存在的理由 不要自殺 我勸各位不要自殺 就算你沒有找到 有一天 有一天 你可能會像那隻蝴蝶 一天整個 你感到你的內在有那個顏色 再跟你挑弄 有一天 你揮出來 你看到的 蝴蝶是毛毛蟲店的啊 蝴蝶的世界跟毛毛蟲的世界是同一個世界啊 可是你看到的世界是多麼不同的世界 對不對 我們人不只是私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有這種覺悟 就是說我們台灣人更要有這種覺悟 今天你幫我看著貓貓蟲 對 可是我是一隻蝴蝶 我這隻蝴蝶的超乎你的想像 我會散起一個蝴蝶效應 你等著看 那麼這個達爾文 為什麼要談他 因為以前達爾文就是那個異端 差一點被燒死的 那麼他以前是說什麼 弱肉強死 逝者生存 所以變成 歐洲強國的殖民帝國主義的一個思想 一個理由 你這個中國嘛 你不值得生存嘛 幫你消費掉幫你殖民嘛 台灣幫你殖民嘛 當奴隸 台灣現在還是無理 我跟你講你要搞清楚 我們的階級社會在那邊 他不是平等的 他不完全是自由 他用洗腦音騙的 這不是霧面他 大家慢慢的去想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今天是生態保育 我們稀有物種都要保存 一個種子我們就要保存起來 不可以吃喔 那為什麼你台灣要把你消滅 可以嗎 合乎現在的潮流嗎 不合乎潮流嗎 對不對 所以台灣文學有超出政治理由的存在的意義 他是超乎政治意識的 超乎那個政治意識型態的東西 只要你深入到自己的存在的意義 台灣人要學會這個思想 接著 我們講到台灣文學台灣的存在意義 那麼什麼是台灣精神啊 哇這個問題我想很久了 好請出我的想 台灣精神應該就要好的嘛 你不能說壞的也是台灣精神 我們有啊有那種 大家可以想什麼叫好什麼是壞 我這個是很粗糙的一個語言 但是因為我下面還有東西 所以我可以講 必須是進步的 好必須是何無人幸福是價值的 好必須是對不起那個字答錯了 不同於別人的 好那麼這些東西 好我就說 美國給我一個啟示 為什麼說美國給我一個啟示 美國建國兩百多年 他們剛從英國去的時候移民 美國被孝順沒有文化的一個國家 他們自己也認為自己沒有文化 所以就崇拜歐洲 歐洲的藝術人家 藝術家文學家到美國去 到美國去 簡直是在碼頭列隊歡迎 台藝列隊 美國有沒有文化 有 他的文化是 創造的文化 我們台灣人 就是要自己創造 今天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他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能力非常強 他的種族 你今天如果到 美國去 尤其到紐約 你會看過你這一輩子都沒看過的人種 他有他的敵人 有蘇聯早期 他有回教 有黑人 那個都是深仇大恨 可是在美國全部 照他們的制度 照他們的 當然不是完全 但是至少人家 民主大文武 他有一個很文明很進步的一個文化 另外一個美國的寢視是什麼 我以前去 去 紐約去做生意 提的 包括 我就是那種 提著007 手提箱 去世界各地去做生意的那個台沙 有一次我在街上不小心跟一個 美國的那個 說他老太婆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大概三四十歲 他大概我看是七十幾歲 互相有稍微差狀 他怎麼樣 他說 I'm sorry Are you hurt 你有沒有被我弄一個器杆 我一想這不對 他是強者 你跟我相撞 我怕在弄壞 那時候年輕力壯我是男的 一個老太婆女的他 還怕把我 撞受傷 這就是美國文化 強者的文化 包補的文化 一個很有能力的文化 一個創造的文化 台灣不是只有小吃喔 不是只有小吃喔 小吃你最後能不能做到像日本料理那樣的 那樣的精神層面 查到那樣的精神層面的東西 你如果要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可以創造 那都是你的機會喔 再來我們講 你不然之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我們知道他的調和有 港男有 有這種東西嗎 你又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你騙笑 那樣 我聽到這個時候很生氣 頭腦是壞掉了是不是 那個 那個 我們就不講他啦 自己慢慢去想 要講這個 為什麼有這種的聯合 這聯合是誰呢 聯正東的大 他當初是台灣 一個 人家認為他是財子 天才師人 寫台灣通史 我高中喔 那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也去買了一套 然後我很窮耶 我買了大概六本 台灣省政府文獻什麼什麼什麼 硬的 還有我 我跟你講我只看了 然後我其他都都忘記了 聯合是誰 聯正的阿公 聯正文的政府 他當初是怎麼樣以為是 這個師人是怎麼以為是 日本人來的時候 他是台中有一個利色 師色 利就是木字旁 快樂的樂 那個利師色 那個利師色 中間有一些天才 我們講 呃 林佑春啦 那個是一個比較有名的 林憲堂啦 林痴仙啦 連橫啦 還有其他的我記不起來 那連橫比較出色 因為他文筆齁 就是文字 但是跟你講 中國古詩在寫的那些東西齁 他寫的再漂亮齁 我跟你講 日本總督俄裕元太郎 就是去打 中國打 俄國的那一個 來台灣第二任總督 乃木西田 大概第三任同 也是去打俄國的 他們都能寫漢詩 後藤清平 台灣總督 日本人 他的漢詩我看也不輸給他 可是都假 那一套東西嘛 講什麼 俄裕元太郎寫什麼 他寫說他 他在總督俄裕 他寫說什麼 在種菜 當道徒 他有真實性嗎 做文而已嗎 連橫的詩 我做如此的觀念 跟我剛剛講的那些詩的想像 你跟他比較一下 連橫這些都沒關係 你寫的再糟糕像我一樣都沒關係 連橫寫了一個什麼詩 俄裕總督南巡宋德詩 這字我念書 俄裕總督到南部去巡 這個拍日本人總督的馬屁 寫了一首馬屁詩 叫俄裕總督南巡宋德詩 這不是我亂講 他會靠我 俄裕他的祖先 這網路人家學者都有資料 另外還寫了一個什麼 鴉片友誼論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 鴉片友誼論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認識聯聖文 鴉片友誼論 他替日本宣傳 吃鴉片有利 吃鴉片會提高你的精神 提高生產力 會創造經濟奇蹟 跟現在共產黨國民黨在勾結 在騙台灣的有沒有很像 當初就是因為寫了這個詩 寫了這個論 那個詩還沒有 寫了這個論 那個利益社 就是剛剛講那個 在顧姿堂那個快樂的那個利益社 他們能開會 二十幾個理事開會 分期就不進了 過二十四個人 戰神把他開除 兩調 一調反對兩調競選 人情關係嘛 但是他就待不下去了 跑到中國去了 寫信給他的家人 寫什麼信你知道嗎 有沒有知道 台灣居盛可厭 住在台灣很討厭 就是這個詩的 我說他不是詩的 他不是詩的 我的詩一定比他好 最少比他真 真就有意思有能的價值跟力量 真就是你有存在的意義跟價值 他沒有存在的價值 他還有一個事情 日本人 他這個台灣通識 拿給日本總督簽名 再提字 國民黨來了以後 他的後代 拿他這個台灣通識 再提字 國民黨的神主席什麼的 再簽名 幾一名 他是這種 我瞧不起 老實講 什麼櫃冠詩人 櫃冠詩人 櫃冠詩人 那不是一個好的名詞 那櫃冠詩人是專門替皇帝拍馬替一個詩人 叫做櫃冠詩人 跟今天差不多 高官詩人 這個我有一點家仇壞的 我不太想講 就我們 義士社也有一個 當高官的 寫了一個南巡宋德詩 他是跑到南美中給馬英九 去 去那邊做外交或什麼 在飛機上寫了一首 丹馬替一個詩 登在自由時報上面 厚厚厚精彩 結果人家一直去寫信去罵律師社 後來律師社受不了 受不了 沒有辦法把他開除 只寫了在 我是建議你社長應該到自由時報 發一個簡短的聲明 溫和而堅定的寫一個聲明就好 因為我們律師社 每個人都有每個 詩人有自己的國度 你知道龐德嗎 龐德是美國的一個現代詩人 他跑到意大利 結果大戰期間 替意大利李莫索尼里的政府 廣播電台在罵美國 後來戰敗以後 對美國政府 把他判刑 關了幾十年 後來是 好像 他們還是William 他們這些詩人 說他夠了 他已經刮工了 那詩人都是有自己的國度 後來才把他放出來 那麼這個 歷史社後來在刊物上面 那個社長就是 跟前社長聯名 發表了一天 不敢講他的名字出來 罵得很兇 歷史刊幾個人看 你們看過歷史刊沒有 No 但是他在那邊罵得很兇 後來他不高興 這個高官不高興 就開除了歷史刊 他發表了一個褪色聲明 都是扭曲的語言 我一看 我本來想 一點一點把他管 後來想還不值得 太低級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這個將來都會在我們台灣的文學史裡面 那麼台灣精神 什麼是台灣精神 我後來想來很久 有一次我到宜蘭 新成立的一個陳定蘭國務館 紀念館 哎呀太精彩 這個就是可以讓台灣精神的代理 他寫了一個圍觀的品格 那他的紀念館 各位常常 現在宜蘭很近 你去看一下 這個 我覺得是值得我敬佩的 一個台灣精神的代理 那麼 李哲環 我們文中的 哎 傻多麼 嘿嘿嘿 這個是李遠哲先生的爸爸 他是一個美術家 為什麼提他 我聽到很感動 這個長得端正 養了八個小孩 五個博士 三個碩士 一個諾貝爾講 哦 這個是太 我覺得台灣需要這種 為什麼說 成功的人很多 成功的家庭也很多 但是那時候丹老師很辛苦 不貪不群 聽說上課啊 颱風天啊 八點主持到 兩個學生到 你們今天幾個人 二十個人 哦 我比他未大 你們今天很有名氣 你聽到一個不同的聲音 李哲環就是這樣的人 他教育之後 該當他有好後代 我們台灣人要有這種人 有這種精神 我們要養出這樣的後代 給我自己鼓勵 翁老師 這是我小學的一個老師 我沒有親自被他教過 因為我們二零真是一個小地方 為什麼提他 我沒有不敬 我非常尊敬 這個老師 他是讀屋師專業 那時候最年輕的老師 大概只大我們十歲而已 我們當初是十二歲 他大概畢業以後就去教我 大概二十一二歲 他的爸爸媽媽都是雅爸 非常窮困 他幫人家補皮鞋 修雨傘就在他家 他家是一個破黃子 我每次到他家 素然請進 那個門板 插著雪白 木頭都變白色 他兩個父母親 他就是翁老師的父母親 穿著那個衣服 雪白 看不到一點蝴蝶 我現在印象 那是白蝴蝶 兩隻白蝴蝶 這個老師也非常的成功 他教學生也非常的有口碼 所以我說這就是台灣人 就算你是雅爸 就算你很窮 你會教出好的後代 這能不能當我們台灣精神 我們有沒有那種精神 這是非常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還不錯 我們今天 講到這裡 什麼是詩 我本來以為我沒有時間講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但是 可以簡單講 剛剛 剛剛這位先生問我說 詩是什麼 詩是什麼 有朝代的問題 有啊 就是新詩 古詩 現代詩 自由詩 什麼叫古詩 就是 你如果以中國的來講 就是那些唐宋 什麼那些詩 以西洋來講 他有山奈迪 有詩詩 有什麼以前的詩詩 甚至於更早一點 亞里斯多德那種詩句 那時候所謂的 那個詩是觀念不同的 河馬時代什麼 所以那個當然有時代背景 那你要有興趣 那你有得讀啦 那什麼是新詩呢 就相對於舊的是古詩來講的 什麼現代詩呢 就相對於古典詩 自由詩相對於運 有運有綠有規矩的那些詩 自由就是我不要運不要綠 完全放開你的 以你的思想內容為主 你愛怎麼表達 因為你追求的是那個東西 而不是韻律 你寫歌曲 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一旦想要寫歌的時候 我要捕捉的那些東西 可能會跑掉 以後你自己感覺看看 我的詩很少是為了寫歌而寫 我有朋友在寫歌 寫詩但是他寫 要把它變成歌謠 那是一個更偉大的力量 音樂 聽說 聽說魯迅 喔 他覺得這個 這個音樂的力量太大了 他想拋棄他的文學 音樂確實厲害 現在我看了很多 聽了很多音樂 他的歌詞都配得不好 你知道嗎 快樂的歌配上悲哀的詞 悲哀的歌配上快樂的詞 這不是 這是比較粗糙的想法 如果你語言夠精進 你的感情夠 夠細緻的話 這個歌跟歌詞配得起來嗎 我最近聽了一個很感動 在美麗華那邊 我家住那一家 也有一個叫陳敦 邦 小提琴的 他是盲魯 他在那邊演奏 我眼淚差一點掉下來 他用小提琴拉那個伊簡雷 伊簡雷 魏玉清有唱什麼 很多人唱的 小提琴好像沒有那個 沒有用唱的 就是光那個音樂 我跟我太太坐在那邊 我說很重 很重 我眼淚真的很想流下來 後來 我回家我就看YouTube看 伊簡雷 我們都會唱唱唱 那個歌詞喔 配不上 真的配不上 大家可以去感受 你既然這是音樂 說我這裡講這個 細緻的 你的細緻的感情從哪裡來 這是有藝術天分 有音樂細胞 你有細緻的語言經驗的 你要寫歌曲 都要從這裡來 從你的內在 所以那個Beatles 那些 那些 那些歌那麼好 什麼Yesterday 他有趣的 他寫 他寫 他寫出來非常好 他叫Paul Makami還是什麼 後來他們幾個人在商量說 這個詞要怎麼配 還曾經配到說什麼 好像早餐還是什麼 在煮什麼東西 我說管他 他後來沒有電話 後來還是配出現在的歌詞 那個就好 很多啦 你比如說像 Let's sing 他唱那個 In In My Way 那個很夠味道 那歌詞也好 歌曲也好 那個有流氓氣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但是我們今天是文雅一點 詩絕對不是只有文雅 有英雄氣 有流氓氣 但是是有思想 有道理 Edwin Dickinson again 什麼是詩 講不完啦 詩詩走過路 詩詩一跳舞 閃文詩走路 同樣用兩隻腳在動 這個大家感覺一下就好 閃文言禁其 Flows 閃文應該叫Flows 就是閃文 閃文就是把你要講的話 講清楚 就是閃文 詩不是這個 詩是捕捉那個韻味 講不清楚的東西 夢中是夢的夢 那種東西 那個就是詩 Edwin Dickinson 就是寫了這首詩 我覺得 這足夠讓你感覺到 什麼是詩 To see the summer sky is poetry Though never in a broken life Two poems free 我英文不夠美國人那麼標準 但是我解釋一下 大家有沒有聽出那個 那個氣 To see the summer sky is poetry 我走到外面 看到夏天的天空 那就是詩 裡面有沒有這種感覺 不要光滴走走路 看到夏天的天空 你也捕捉到詩了 雖然他沒有任何一本書 他在裡面被捕捉到 一本書裝不下一個天空 你看到的天空一本書裝不下 Two poems free 不但裝不下 這個真的詩還會逃走 他是活的 free就是逃走 那麼這個尼爾特 這是另外一個德國偉大的詩人 聽說他這個是一個 我應該認為他是天才 因為他的詩都有內在意識 非常清楚的覺醒 聽說他呢是受到 波斯有一個希望最流行最廣的詩人 叫Rumi 大家聽過沒有 Rumi Merl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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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mi 是 13世紀 他後來為了逃避 陳吉思漢 蒙古人的那個 有舞民族 跟他爸爸就是 跑到孔雅 就是圖爾奇 孔雅那邊 他爸爸是那種 那個叫回舊的那個 应该算是教师或者是什么 就是那种宗教的像牧师什么那样 祭师 那么后来这个 这个鲁蜜也是祭成他的位置 那鲁蜜的诗是写了三千多首我记得 非常深刻的一个诗 他是苏微教派 玄武 非玄针 有没有 大家知不知道 还是圈子跳舞 如果你去土耳其旅游 他有个大概会带你去看这个 那这个是精神性 有一个精神修炼法的一个诗 那么李耳哥听说有说把他影响 就是进入了那个内战 那么他写了很多诗 那么其中我觉得 这个比较有象征主义的 没有人把它当象征主义的 我认为他是 如果你知道内在意识觉醒这个东西 他是应该是象征主义 有人是说波特莱尔的correspondences 是象征主义的代表的诗 但是我认为他才是代表的 这个爆是他的名诗 很简单的诗 他说有一支豹 在那个铁栏杆里边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这什么意思 大家感觉一下 然后穿过那栏杆 眼睛乌来一瞪 从孔方塔 这个诗很有意思 我不要把它讲诗 这是极度象征性的诗 不是比喻哦 比喻跟象征不一样 比喻就是说 哦你长得像一只熊 那么强 那个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比喻 那象征不是哦 象征是你的生命 跟他是熊的生命 结合融合在一起 那个是 那个是象征 这个爆就是 施蕾跟那个爆的生命 因为爆不会讲话 道也不会思想 有思想但你不知道 是诗人在思想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象征 天鹅也是 如果各位也可以读德文 那当然是更好 而英文翻译 也比中文翻译要好 不管是谁翻译 应该去看 这个黎尔克斯 会突破你对诗的认知 跟那种观念的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诗 只是一点点而已 那么你就知道 诗是多么不同 诗的世界是多么宽广 这是天鹅也有六意识 他也是一个象征性的 还有时间我简单讲一下 他是写的 那个德文 如果青凯在 希望他念给你们听 英语有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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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时间吗 要不要德文哪一位 我是可以读英文可以念英文 但是 耳文 就念算了 没关系 还有谁会念 还有时间 所以你们可以 我先介绍一下 尼尔克尔曾经担过 罗丹的秘书 切身秘书 对 他后来是跟皮卡索非常好 所以他对空间这种想象 非常的重要 好介绍 这样你们去把他去抓到 这个空间的意思 他不消灭 他不消灭 他不知道 不管他不消灭 他许多 它只能死 一切严重的中流, 一切身體性音楽 侯物源源 standing? 如你也輪流的 Kok 您在提 что только hosted 你听不懂 你在这里 不要紧张 还要请你再念一首诗 那个诗在德国的时候就知道好像很诗 谁懂 尼尔德 他超乎浪漫 非常理性但非常的感性 你们自己一定要请你再帮忙一下 音乐太好了 来 这一首诗请你换到十一 诶对 不会 你刚刚念得很好 我把它抄在这个《诗人杂记》里边 不是推销我的书 我这个是要留点台湾文学 一个可以在世界站得住脚的内在创造论 吹牛啦 不是不必 没关系 我把它给你讲 为什么这一首诗很重要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语言 在你的内心发生的时候 那个状态 你有特长的做到 所以非常厉害的一个诗人 我非常配音啦 以前我读中文的话语本 没读懂 那时候也还没有修炼 所以后来我读懂 所以我请耽搁找个时间 我先 那个诗叫做 Initiation 我先 应该那个诗集 这一段诗集 可以请你找一下 Initiation 大概在前面 你先 哇 这是应该你念 就是我念 他的诗集在上面 然后我读念一下他的诗文 都感觉 好 一天,你也看,看你的眼睛,看你的眼睛,從你的邊拿來娶你, 把你的眼睛都放在那裡,你也看你的眼睛, 你也看見你的眼睛從你的眼睛掌握到一切。 你會讓你慢慢的放了一個人牆壁, 你會把眼睛放在手上,瘋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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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ast die Welt gemacht, und sie ist groß, und wie ein Wolf das noch in Schweinen greift, und wie ein Würfel ihren Sinn begreift, lassen Sie dann augustendlich los. 非常好 謝謝你 這一首詩為什麼說非常重要 因為尼爾克寫這首詩的時候 他是把他在心中 語言產生的時候 跟詩產生的時候 那個狀態 你如果讀懂這一首詩 你大概也知道 語言在你內心 內在產生的時候 還有詩產生的時候 是什麼狀態 我用英文 可能大家可能這比較懂 然後 用英文來唸一下 OK Initiation Initiation 有人把它翻譯做初始 但是我認為那個 Initiation 是有一種創始 starting 那個意思 不是只有初始 那個動靜態 它有一種動力 Initiation Naman Mareina Maria Realtor 說這首歌的意思 Wherever you are Go out into the evening Leaving your room Of which you know each beat Your house is the last before the evening Wherever you are And then with your eyes that weary Scares leave themselves From the worn out doorstone Slowly you raise the shadowy black tree And fix it on the sky Slander Along And you have made the world And it shall glow and ripen As the war Unspoken still When you have grasped its meaning With your will Then tenderly your eyes will let it go 這就是我說偉大的詩 為什麼 它講出了你的內在生命 創造 那個夜晚 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這樣的感性呢 你有沒有這樣的敏感 可以去捕捉到這個詩意 Whoever you are 不管你是誰 Your house is the last before the evening Whoever you are 你的房子是在無限無極的 就最後一間 就是在無極之前的最後一間 這意思是什麼 你一踏出這個門 可能就是無極哦 這真厲害的一個象徵 你每天出去 出你的門 那個門裡面是你熟悉的世界 成虎的世界 但是你今天出去 外面雖然是晚上是黑暗 但是 你一出去就是無極無限的哦 你可能這個要想像一下 不管是誰 Then with your eyes and wear the scales lift themselves from the worn out door stone 然後你出去以後 你從這個 你的那個門階啊 那個門檻啊 那個是被你每天磨來磨去的 已經有一點撥鬧 有一點磨損 這個門檻 因為你平常 因為你很熟悉了嘛 你也很少出去 你就看到那個門檻 然後出去 你也很少把你的 你的眼睛啊已經很疲勞 很疲倦 很沒精神 所以你出去你也很少 很少 抬起你的眼睛 去看 世界哦 那個外面是個無極的世界哦 無限的世界哦 然後你出去以後 你看到什麼 Slowly raise a shadowy black tree 這個詩人可能 他出門 他有一天看到一棵樹 這給他靈感 或許這棵樹我覺得 他應該有那個 看到實際的樹 我們生活上看到一棵樹太簡單了啊 太平常了啊 不一定是樹 你可能看到一個公車 看到一個人或什麼大樓 或什麼一個天空的彩霞 或什麼規定 但是你要看到 那他看到的是這一棵樹 那麼Slowly 這樣很好玩哦 他是Slowly raise You raise the shadowy black tree 就是你 慢慢的把這棵樹 黑色的 有陰陰的 陰暗的 黑色的樹 把它 升起來 And fix it on the sky 你把它 凝定在那個天空 他大概看到這一棵樹 在那個天空 在那邊存在 這個是很象徵的 Slander alone Slander就是很謙虛 優雅的那個意思 Alone 當獨自 你獨自一棵 就是你自己這個詩人 Slander 你的感性很優雅很細緻 然後你是獨自一的 這個世界是只有你發現哦 所以叫Alone 他每一個字都很厲害 絕對不是隨便寫 And you have made the world 你看到這個樹的時候 你已經製造了一個 創造了一個世界 然後花 這個都很厲害 And it shall grow and ripen as a world 然後你將要 這個世界將要成長 產生將要成熟 好像一個字 有沒有 Unspoken still 雖然它已經長出來 而且成熟 但是你還沒有把它講出來 你仍然沒有把它講出來 哇 這個就是你的語言 還在你的心中 你沒有把它講出來 你看到的世界 你已經知道了 看到了 你還沒有用一個語言這個容器 把它裝置 他可能是像 Edmond Dickinson講的那個天空啊 你可能裝不下啊 或者不需要裝啊 然後 When you have blessed It's meaning with your will 當你捕捉到它的意義 用你的意志 因為你這時候 你還要用一點意志力 用一點力量 你才能捕捉喔 當你捕捉到的時候 你還不能把它打死喔 不能把它握死喔 Then tenderly your eyes We'll let it go 這個世界你已經捕捉到 但是你很溫柔的 你的眼睛還要認其 你自由自在 欸 你捕捉到的詩 這個意思 你捕捉到的東西 你的眼睛還把它放走 它自由自在 這是不是很厲害的詩 這是不是超出 什麼相醜的一張郵票 什麼床前明月光啊 那個有什麼深度 我寫的相醜 我敢講都比他好 不相信 所以去看不看 OK 今天 還可以有幾分鐘 好 就給各位 對不起喔 時間留了太少 給各位 在幫個 待會我們就是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不是禮拜五 所以我時間留了 當然就是 在這裡面 我還是稍微 稍微就是 陳明亮今天講的一些東西 我是把這回說 詩人喔 本身就是一個在 時間跟空間裡面 釋放輕重的人 這個就是說 今天他在展的那麼多 從一個蝴蝶 譬如說 女化做成 一個剪刀 一個 周端問題就是 女化 要抽象的東西 那 其實這就是一個 在一個創造性 那在這裡面 剛好 引用他在 他的私人雜記裡面 第38 他的一個引言裡面說 詩人和藝術家 可能會瘋狂 但是喔 他絕不能不敢 就是真 一定要從真開始 你要有感覺 那其實 人的生命裡面 也是從這邊開始去做 從這個生命裡面 去知道 生命的輕重在哪裡 就好像那個 就是我們講希臘 希臘的 他們的一個 他們的法院 包括詩人 作家 他們用羽毛瓶 那他們有一點 所謂的 Camping 就是希臘的Camping 那個 慎重的Camping 叫Nak 就是羽毛 羽毛的意義 就是你拿到那個羽毛的時候 你的生命的輕重 是把它寫下去的 我記得也是 像達文西 他造圈後 沒辦法畫的時候 他會得用尼根 這就是寫的 我覺得是一個 在創作裡面是最美的喔 那 那 那我最後還是就是 用他 就是 如果 因為好幾年沒有再聯絡 就是因為他寄的這一本 悶的三七給我的時候 他裡面的影言裡面 就是給讀者喔 那當然我也用這一句話 作為一個 他這個炸雞裡面 他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或許上帝創造的 世界面不完美喔 所以人類需要奇蹟科學和詩 其實這就是哲學 哲學的概念就是這個 我覺得這也是他 在寫雜起裡面 他已經進入的創造 裡面這幾種演繹裡面 去找出一種 生命的可能性 這個是我今天聽他這樣講的 然後這影片稍微了解一下 他重新再讀了這兩本書 那待會 因為剛剛有提到也很多 台灣的一些過去的過往 因為其實我一直希望說 台灣在40年代的時候 曾經是一個 台灣是管殖民的時候 最厲害的時候 就是當時的李舌帆 李梅樹 包括野水龍 這些所有的藝術家 跟文學家 帶和這些所有的 所有的文學家跟詩人 幾乎是整合了所有文化的運動 也出版 這個是一個 那到了文靈天代以後 這個完全是不改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現在會比較去思考的 就是說 只要去做對話 對話長成一個 新的想像共同體 那在這裡面就是說 透過類似詩的想像裡面 譬如說剛剛我們講說 胡蝶 我們這個七七斑別 我們七七斑別裡面 他的顏色 是全世界都看出的顏色 甚至 是牛混 牛混那個味道 是有花草的味道 那是乾美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比較有共同的想像 而不是一個 以右七方的一個 五號 可能一個香檳 很好 但是那個 跟我很早期 我出國的時候 我要畫一個 就是維納絲 布協卡斯 高相維納絲 但是我出國的時候 神明亞老師 他一定看我那時候 跟我的老師在學的時候 我是畫馬祖 畫台灣神像 這個就是我畫的時候 我就有感情 我以情作用 我覺得是一個 就會想像他奉你出來 這也是我是覺得 這是我自己的生命經驗裡面 我覺得後來看到他這個詩的時候 我有點感動 那我只覺得 也難得 在規則五這邊 也可以安排一個 講座 那我希望以後 還可能啊 我們還可以找詩人 都來談談 台灣詩的 他的過往 這個因為 那待會兒我們現在就是提 因為時間 我有一些日可以到十點 那我就提三個 就是三個問題 先簡單的三個問題 就很多 那現在如果 有的話 你去什麼 各位好 我覺得今天大家默默的來 來到一個空間 那又會走出這個空間 我希望這個是一個台灣 文化之美的力量 就是說 國際上有這個 諾貝爾文學獎 我覺得我們要解過這個 諾貝爾文學獎 就是說 詩是一個文化裡面一個 智慧的呈現的一種形體 那當然第一個要解過他 語言的這個結構 就是說任何語言都可以來呈現 甚至不是語言也可以來呈現 就是說一個想像 或說一個圖想 可以建過人類當代的智慧 我們要把這個智慧 讓人類能前瞻性的往前走 我們要這個東西 就是說要建立在一個文化自信上面 然後得到人類的這個新的創造力 我們是要這個東西 不要被一切的駕破所束 所以今天這個聚會 當然可以展現台灣文化之美 當然我們也肯定 陳老師一直在尋找台灣的精神 今天這個聚會 就是一個很好的台灣精神 當然我們現在這個生意 是一個很小的生意 希望有一天 可以台灣文化之美 讓一個詩的這個型態 透過一個城市 就是把一個年度的一個思想來呈現 讓整個全球的城市活絡起來 讓整個人類的文明更跳躍的全境 謝謝 你的問題是 我們只是一個提出一個想像 就是提出一個前瞻性的詩跡 還有未來人類文明 要透過詩這個一境得到一個智慧這樣 謝謝 講得非常好 我覺得 今天各位雖然人數不多 但是我覺得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們是真正想來聽 你花兩個小時 你還要交通 等一下回去還很晚還很冷 那今天有沒有覺得白會來 我希望是這樣 我這個人我不喜歡做白工 我不是為了要錢 也不是為了要米 這個廖 廖同學他知道我的個性 我很難潛得動 真的 那麼 您講的這個我非常同意 我很敬佩 就是說 你可能是一隻蝴蝶 你回去你就煽動你的蝴蝶 所以良好的 和乎人性史 和乎土地價值的 和乎台灣的存在意義的 你要尋找你的存在意義 我們一定要打破這個過去我們的輪迴 台灣不性命運的輪迴 要從你開始 給你選掉你都不會選 給你一個頭你都不會想 這個我覺得是 這個我覺得是 不如就白生我們 是不是 還有 請 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看那個飯燈店 有一個題目就是 好像有一個問題好像沒講到 就是講到那個 到底台灣文學 是不是一定要台語才叫是台灣文學 這個沒有講到 OK 這個比較 要形而下 就是說 假定你剛剛 這些 我講的這些 你都聽懂了 你就跳出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 要舉一個例子 這個愛爾蘭獨立運動 這個 有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他叫William Butler Yeats 不要只聽 我們讀書 不要只聽呂光宗講 他不是 不是能夠包這個 英美文學 不能只有他一個人 你要自己去找 這個葉齒他是獨立運動 愛爾蘭獨立運動的一個主角之一 他追的一個女朋友 追20年追不到 連手都沒摸到 哪有叫Mogong 他也是獨立運動 追不到 要追他女兒也追不到 這個人就是用英文寫作 他們當初愛爾蘭獨立運動的一些頭 都在講 我們要用愛爾蘭文學 語言文字來寫 現在 那個愛爾蘭的 前天我朋友拿給我看 沒有幾個人看懂 所以他們後來很聰明的 就說 你個人就你個人熟悉的文字語言 不管是什麼 你就寫你的 但是 你記住你是愛爾蘭人 這就可以了 那南部聽說有一些有這樣 你知道 或者北部也有 就是說 不用台語寫就不是台灣文學 真的是這樣嗎 有必要你就用台語寫 因為我們現在 台語也很方便 為什麼我寫詩沒有用台語 因為 台語我覺得 那個詩的語言在我內在 我還沒有產生那個文字文學語言出來 有一天或許可以 那我就會寫 那麼這個YES就是用英文寫的 所以他英文應該是世界一個最強勢的語言 最流行的語言 所以他寫出來可以更多的人去看 那麼這有沒有喪失他愛爾蘭獨立精神的 沒有 你的文學價值也不是由你的語言決定 就是說你 假定今天我英文過好的話 或者話文過好的話 我會用英文寫 但是我也找不到那個 那個文字的文學語言 我的能力也沒有辦法 今天就講到這裡可以嗎 我們還有一個 可以等一下再說 但是如果大家還 待會這一個問題結束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 因為今天上去上去到十點 所以謝謝 我講幾句話 因為我們十一點 我住在淡水 所以要早一點走 你來 我今天等於來回顧 這個陳明堯先生他講 在我看來就是 融貫文學 包括詩哲學 讓我把它連貫起來 你強調的就是文土 就是談精神 然後再跨過去就是我想到 分析哲學 語言的分析 然後存在主義的哲學 就是講到 the meaning of life 很多key words 都讓我非常的感動 然後又講到 後現代 就是全數型 safe interpretation 自我肯定 就是後現代的想法 我覺得連貫起來就是 真的是 這樣 文學再加上哲學 再加上我們 the meaning of life 所以我很感動 謝謝 我們可以先走 謝謝 抱歉 因為我們不淡水 這位一般就是 是啊 今天就 到這待會有私底想問好不好 那我最後最後一個也就是說 我就是用班傑尼一句話說 我們以後要做一個生產的製造者 創作者 生產的創作者 就是跟土地產生觀點 就是從生產裡面去做創作 OK 謝謝 給我